镜头前像猫一样的家伙,你知道他有多倒霉吗? 他走路差点摔跤,纵身一跃又动弹,不幸邪的他再次蓄力一跃,果不其然二次动弹。 所以他叫钢弹,这很合理吧?他是只帅气的蛇猎,可惜作为独居猫科动物的他,帅并不能当饭吃。 他已经饿了好几天了,喜爱酷寒地区的他生枝干饭不容易,一只在水面搔手弄滋的射手,吸引了钢弹的注意。 他预判了射手的上岸位置,来了一拨手周带图,可惜脚底一个打滑,下饭操作让自己啃了一嘴咪。 好家伙,这是第三次动弹了,他打到回府,准备养精蓄锐再来。 这次下山绝无尸首的可能,这几只主熟的鸭子激发了钢弹的食欲,可不能让它们飞了。 钢弹利用顶级身法潜伏至鸭子附近,嘴里默念着,看不到我看不到我。 不过鸭子们防干客意识很强,被发现的钢弹悲愤地想撞晕在雪地。 作为一只蛇猎,体型可比一般家猫大多了,它们体长在一米左右,体重可达五十斤,名副其实的Cat Plus。 想在白茫茫的雪地打也可太难了,钢弹决定来一波终极绕后,不料又是一波脚底打滑破了个劲目,再次动弹。 换作一般人,可能就弹碎崩溃,一蹶不振了。 但是,钢弹岂是迟中午,修整一番又继续。 这次他仔细观察了鸭子们的路线,在必经之路蹲雪地准备干客,找准时机一个猛扑,十分的耐思。 就是水花没压好,稍稍有点可惜。 各位观众老爷,钢弹这波操作能打几分?